又到了港风美人专题,这一期主讲顶级大美女官之灵,如今61岁的她,曾在互联网上放出近仗,看得出来保养事宜,中长短发,精致皮像,瞧这状态,有衣美和滤镜的功劳,但也不得不承认底子却是好,再看媒体生图,60岁还能这么美,年轻时绝对是咽压群方之貌。 早在1991年,日本媒体拍摄过纪录片《香港女星图鉴》,这里面有蔡绍芬、周海妹、王祖先以及关之灵,没有了特定的电影打官后,她们依旧美得生动,美得自然。 这是17岁的蔡绍芬,斯文可爱,眼里全是懵懂,这是周海妹,果然眉目寒情,小兔牙更甜风情,这是气质浊然的刘嘉玲,年轻时的她还有些少女情态,拖着腮,可爱。 这是李立真,青春靓丽,皮肤细腻,这是影后灰英红,30年前依旧不改打女本色,影子洒爽。 还有红极一时的小倩王祖先,背心配牛仔裤,甩起头发来,美丽勾人。 而这是29岁的关之灵,红衣短发,短卷发,施领事意见到直呼,简直太亮了。 在整个纪录片里,美人们歌有特色,但是关之灵则美得与众不同,一眼惊艳,溢出来眼光四射,镜头越对脸越像个假人。 作为圈内有名的不上镜美人,据说电影镜头只能排出她70%的美貌,可即便如此,关之灵仍被称为湘江第一美女,号称拥有亮绝全港的美貌。 和最美港姐冠军李嘉欣站在一起,大八岁的她,也显然更有东方美,不是欧式轮廓,却精致到好像唐僧娃娃,五官是精巧的,好像拿尺子按标准画出来的。 如今很多人诟病关之灵大饼脸,燕京大而夸张,但是这张脸只是饱满而非大饼,看她和李嘉欣同一个仰拍镜头,李嘉欣反而脸更宽,关之灵则称得小巧玲珑。 在哪里是大饼脸,分明是三角脸,上宽下窄,下巴尖尖,樱桃嘴小鼻子,燕京是极限大电眼,漫画风格的长相走入现实,确实有些不真实。 再加上极致的雪白皮肤,头发乌黑发亮,身高一米七,身材比例好,腿长白质,和港姐朱玲玲站在一起,她简直就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,太不真实,像单独开了滤镜。 作为满足寡尔家式美女,关之灵完美融合了父母的优点,燕京又大又长,五官像父亲,恋心像妈妈张冰茜,家境优渥,复养长大,又是演艺家庭出身,所以她进入演艺圈,不需要选妹这一门槛。 早在她18岁时,就参演了甜甜24位对镜梳妆,一不小心被自己美到。 在选妹舞台上,关之灵也以品味的身份亮相,据港媒报道,又一次她穿着黑西装现身选妹后台, 结果某位家里当场被美貌惊道,实在太亮了,自残行贿。 她给中立体颁奖师,两人同框,不用多说,选手不如评委,全场的目光皆在关之灵的身上。 大美女是一眼惊艳的,同时也是对比出来的,在关之灵,王祖贤,张曼玉,成龙私人的合照里, 关乌发雪夫,灰黑色外套,王长直发戴着帽子,张其间碎发,一个艳,一个仙,一个叔父。 关之灵还有一些神兆,比如这张钟楚红,陈玉莲和她一起出席活动,后台抓拍了一张。 看得出来,钟楚红很大气名利,陈玉莲这身打扮少显英气。 而关之灵黑色抹胸,大偏雪白肌肤露出灰蓝色围巾。 站在中间,她呆呆立着,似油花美人,太不真实的美貌。 出席张雪游演唱会,一袭粉裙,一出来底下惊呼声不断,和小一岁的夜童站在一起。 她的美带着攻击性,像带刺的玫瑰,一下子夺走全部星光。 哪怕和有着野心美的宁静同况,关之灵同样抢劲。 在她50岁时,曾上过康熙来了,节目上年轻妹妹不少,几人对比,关之灵并没有因为年纪而输下来,简单短发,一眼就能看出美人底子。 而合作过,见过的圈内艺人这样评价,袁勇宜说不像地球人,怎么这么漂亮,在她面前,我像个男的。 第一关吹刘德华承认,第一漂亮,真的很美,坦诚完美。 四大天王之一的张雪游,不敢高攀,很漂亮,不敢讲话。 拍摄过画皮的导演陈佳上更是谜底,心中最美,年轻时不敢看,只敢在摄影机偷看。 连退圈的李某峰,在某次慈善业,见到50多岁的关之灵后都坦言,圈内最美的女明星,两人从未有过合作,没必要恭维。 一书说李嘉欣美则美意,没有灵魂,却称关之灵,偶像,并说我愿意跪在地上,亲吻她走过的路,相信曾经会有男士愿意这样做吧。 而在某乎某站上见过他真人的街表示,见过王祖先李嘉欣关之灵,最美的士官,很白很通透的皮肤,很高挑,脸小眼睛大,棕色的铜色,像开了十几美颜。 由此可见,关之灵的美貌绝非靠吹嘘。 坊间传闻,富豪大流先追求的李嘉欣,后认识关之灵转头去追她,结果引发了官吏之争。 就在前段时间,大流召开记者会,先后否认了一些传闻,比如最爱李嘉欣为假。 关之灵搞尔夫球事件也是纯属假消息,还顺便拉踩了一下李嘉欣见钱眼开。 当然,这俩确实也是尺量行凶,心思不在演戏上,所以也没有在荧幕上留下多少经典,反而多是一些烂俗情史。 突然想起一句话,魅人在皮衣在骨,而作为绝代佳人,关之灵却很少注重修炼内在,总在豪门,男人之间徘徊,给人豪门玩偶之感,好像只有虚浮的皮像,没有更加惊艳的灵魂。 而岁月流逝,美貌不复当年时,她的美貌则大打折扣,气质没有修炼出来,倒不如同期女星气质非凡,这大概也是这些年来很多人不认同她美貌的原因之一。